拼好这个白色的十字之后呢 我们下面一步需要将它这四个白色的角块给它还原 还原之后就会像这个样子 大家看到这四个白色的角块也就还原了 那这一层也就完全还原了 整个模方也就还原了三分之一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如何去还原它的这四个白色的角块 在开始还原之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公式 叫做上左下右 它的做法就是上左下右嘛 上的话就是右边往上转一下 左的话就是上面往左去一下 下的话就是右边再往下去 再来上面再往右去 就是这样上左下右 总共四步 上左下右 大家要记住这个公式 我们下面就要用这个公式来处理它的这四个角块的还原 好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白色的十字给它放到下面去 放到下面去之后呢 再从顶层去找 还有白色的一个角块 我看到这里有一个白红绿的角块 这里有一个白红蓝的角块 那我们就任选一个吧 比如说我想先拼这个白红绿 那看到这个白红绿它除了白色之外 还有红色和绿色 我们在拼角块的时候 不仅要把它的白色给它拼下去 还要保证它的边也要跟棱块给它对上 比如说你看到这一块 下面这一块虽然白色已经好了 但是它的这个绿色跟橙色跟这边上是对不上的 因为它放的位置是错的 这个白橙绿的角块应该是要放在橙色和绿色中间 这样的话才可以保证它白色对上 而且边也可以对上 好所以我们在找到这个白红绿的角块之后 看到除了白色它还有红色和绿色 那就要找到红色和绿色的一个中心 给它移过去 好白红绿除了白色还有红色和绿色 我找红色和绿色的中心在这里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白红绿的一个角块 给它移到这个红色和绿色的中间去 就这样我们移动顶层 移动顶层 把这个白红绿移到了红色和绿色的中间 移到红色和绿色中间 接下来再把这个白红绿的角块给它放在右手边 做公式上 左 下 右 做完之后我们看一下 好这个白红绿就被移到了正确的位置 不仅白色是下去了 而且红色跟红色是可以对上的 绿色和绿色也可以对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个角块给它移到正确的两个中心的中间 不仅要保证白色对上还要保证它这个边也可以跟 这些红块可以对上 好接下来我们又看到顶层还有一个白红绿的一个角块 那白红绿的角块除了白色之外还有橙色和绿色 那我们就需要找橙色和绿色的中心把它放在两个中心的中间 好我看到橙色和绿色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 这是绿色这是橙色 所以我们这个白橙绿肯定是要放在这个地方的 首先要把这个白橙绿给它移到橙色和绿色两个中心的夹的中间 这样的话也就放正确了 放正确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白橙绿的一个角块给它放在右手边 做公式上 左 下 右 做完之后我发现这个角块没有好 虽然是跑到下面去了 但是它颜色不对 没关系 一次没做好我们继续做 一次没做好继续做 还是做上 左 下 右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每做一次看一下 好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好 它又跑到上面去了 不管继续做 上 左 下 右 好又跑到下面去 还是没有好 那我们就继续做 上 左 下 右 这个时候下面还是没有好 那就继续做 上 左 下 右 做完若干次之后 我发现这块也就移到了正确的位置 而且颜色也就完全对上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把这个角块放到正确的方位之后呢 一直做上 左 下 右 直到它到正确的位置 颜色也对好为止 好 我们再来接着看一个实力 上面 从上面找很有白色的角块 我发现这里有一个白红蓝的角块 白红蓝的角块 那除了白色 它还有红色和蓝色 我们要找到红色和蓝色的中心 它在这里 红色蓝色 所以要把这一块给它移到红色和蓝色的中间 移到它两中间之后呢 同样的把它放在右手边 做公式 上 左 下 右 做完一次 没有好 再做上 左 下 右 还是没有好 上 左 下 右 仍然没有好 上 左 下 右 再做 上 左 下 右 好 做完若干字之后 我发现这个白红蓝的角块 是终于被移到了正确的位置 颜色也完全对上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好了三个角块 接下来再去拼 我看上面还有一个白红蓝的一个角块 白红蓝的角块是要放在橙色和蓝色的中心中间的 就是这个地方 你看蓝色橙色 这是一个白红蓝 所以把这个白红蓝放在它两个中心的中间 放在右手边 做公式 上 左 下 右 一次没好 再做上 左 下 右 还是没有好 再做上 左 下 右 好 这个时候发现做完几次之后 这个白红蓝的角块也就被移到了正确的一个位置 而且颜色也就完全对上了 所以这样的话 这四个角块拼好之后 这一层也就还原了 所以我们拼的方法非常的明确 就是首先从把这个十字给它放到底面去 从顶层找到白色的角块 移到正确的位置 再一直做上左下右 直到颜色对好 位置正确为止 拼这四个白色的角块 初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只想着把白色给它拼出来 而不管它角块的另外两种颜色的一个对色 你像这两块 其实它就拼错了 这个白红蓝不应该是在这里 白橙蓝也不应该是在这里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只能把这块给它移出来再重新拼 虽然白色对好了 但是这块它是错的 不应该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块给它放在右手边 做一个上 左 下 右 这样的话 这块就会被移到上面去 移到上面去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拼到正确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一个白红蓝 白红蓝的话要找红色和蓝色的中间 所以红色和蓝色中心在这里 我就把这个白红蓝给它移到 红色和蓝色这两个夹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再放在右手边做公式 上 左 下 右 一遍没好 再做上 左 下 右 还是没有好 上 左 下 右 再来 上 左 下 右 再做 上 左 下 右 好 做完若干兹之之后 这个白红蓝也就被移到了正确的位置 所以如果它是错误的话 就先做一个上左 下 右 把它移到上面去 再找到正确的位置给它放下去就可以了 好 我们最后还剩下一个白橙蓝的角块 白橙蓝的角块要给它放在橙色和蓝色中心的中间 那橙色和蓝色是在这里 这两个中心 所以就把这块给它放在它两中间 放在右手边做 上 左 下 右 好 这个的话做完一遍也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白橙蓝的一个角块也就归位了 所以我们拼角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仅要把下面的白色给它对好 还要保证它每个边的颜色 可以完全对上 这样的话 这一层才算完全可以还原